传销组织有多可怕 这个传销骗子装成富豪 将村民都骗进组织 他们能否逃脱呢 失踪案子破了 这一天医院被各种伤员挤满 到处都是痛苦的声音 很多人伤的严重 恐怕贿赂的终身残疾 好多女孩未来连当母亲的资格 都被无情的剥夺了 张安君还我而命来 欠债还钱 杀人偿命 张家人必须血债血偿 安平兄弟 想必你也听到张安君的事了吧 知道一些 这张安君实在是太狠了 骗钱骗人 而且还杀人 现在李家庄的人全都到了 抬着李小军的尸体 就在你爷爷院子里 那里被围的水泄不通 你还是改路走吧 虽然这是和你无关 可那些人现在是杀红了眼 看到张家人就要偿命 你可赶紧离得远些儿吧 张哥 太好了 我还说去随城找你呢 怎么了 李家庄的人疯了 你赶紧带着咱叔和咱沈进城地壁 什么意思 这李家庄的人 不会是将张安君的事 算在我头上 张哥 你是不知道 这李家庄的人 几乎大半的年轻人 都去了张安君那里 现在是一死 三个重伤致残 剩下的更是背了一屁股债 他们已经疯了 我刚刚听他们说 要去找你和咱叔算账呢 祈祷思义他们 能早日抓到张安君 张哥 张安君做的也太狠了 我真没想到 平日里看他人模狗样的 怎么心这么狠啊 不过说实在的 这次咱们张家湾的人 就只骗去了一个 结果那小子半路上 因为水土不服 又回来了 那是 咱们张家湾的人 还是愿意跟着张哥干 被骗去的 基本上都是其他村子的人 这次最惨的 还是那些被骗去的姑娘 我听说 他们全都被那个了 二鸭 不要啊 娘求你了 你可千万不要做傻事啊 哎呦 二鸭 你怎么这么傻呀 娘 你就让我死了吧 我已经不是清白之身了 活着 也是被人笑话 命是自己的 怎么活也要看你自己 你若是觉得 在村子里待不下去的话 就去随程找我 我给你安排个工作 虽不能大富大贵 但是自己自图 还是可以的 咱们要骂 就骂张安君一家人 别骂张家人了 只要会连带着连张安平 一家也骂 毕竟 这事 他们家从头到尾 都没有参与过 而且我听说 警方能这么快破案 还是张安平 给的现费呢 是啊 张安平一家是好人 和张人军他们不一样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